今年圈台最早國運籤出爐 地點就在高雄五甲的關地廟 去年也是打頭陣 抽出國運籤是之中賞籤 整體來講今年上半年度 平平下半年度應該是會豐碩的一年 五甲關地廟抽出的國運籤寫道 更開心運那真祥 子皆財神西北方 年內甘行多喜福 名聲眾益眾行良 意思主要是新的一年 將帶來諸多吉祥 如果要迎接財神的 可以朝向西北方 有所作為的話 上天將肆予福氣 人民英和善 眾世賢德之人 抽出的這支中賞籤 廟方解讀今年會是豐收的一年 除了國運籤 廟方也分別抽出12個月份的籤詩 並且親筆寫出來 其中最要注意的就是 农曆四月月行日月破內傷 這句代表會有內虛辱 民生景氣的問題 出入人間稱苦海 則是代表需要有賢良之人來化解 但下半年後開始 既開海運透萬洲 則指的是景氣從下半年後開始好轉 全台不少廟宇都將陸續有國運籤詩出爐 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北門南昆生戴天府 去年初一 北門南昆生戴天府抽逐年的國運籤 但六十之籤全都拔不拔 首度沒有抽出國運籤 今年一樣選在初一 上午十一點將要來抽鼠年的國運籤詩 結果如何備受矚目 但不管怎麼樣 籤詩大家都能各自解讀 新的一年象徵新的開始 抽國運籤也讓年尾加溫 既有梁家文潘隱文高雄報導 參 indo by broth3rmax